國管市會後一年期的義務業 這頭一輩 藥藍高貴是露基地 電池十三禮拜這個訓練 如果我們今天在藍設中心 對外公開藥藍電池的這個鑽設 頭一次操作國座的這個 紅鑽飛濟 飛濟團的實斷涉及涉及 正在石獄頂地 四日檢查大檔 感激以上所熱的採出幾下組織 準備進行鑽設 再動作石獵人的石獸 等於一年期的義務業 頭一次進行紅鑽飛濟團的實斷石獄 就著石獄指令 義務業開保險 達佩五百公合苗準經 苗準後 發下紅鑽飛濟團 正準結到200公施國的北区 中面很驚訝 國軍恢復一年期的義務業 而首批以南今年九月下基地 展開十三週的基地訓練 更是首度的涉及這個國造的 紅鑽火箭彈 紅鑽飛濟團是中空營運作的 國山寬眾家武器 最大石獄 可以達到一千二百公斤 優惠石獄 兩百二十公斤 少了後都可以等到 這個兵就能使用 過去是主戰部隊使用 今年頭一次到六億五億 要不然要訓練 操作紅鑽飛團不簡單 要不然愛生的保養好好 修圍處理紅鑽飛濟團成 出學會後 下基地實在當中行 整理社交跟鑑識改動 對頭一次怕紅鑽飛濟團是 哪有人都很緊張 以往退後 還不然又會完成鑑識 有些緊張與害怕 但想起受科教官所教的程序步驟及要靈 放下害怕的心情 順利完成本次射擊任務 當作平常在訓練 然後其實沒有說到很重 國軍透過各項的訓練目的就是要強化單兵 的作戰能力 讓這些一男退伍之後也能提升後備部隊的實力 以上是記者黃子傑 陳昌偉在台南的採訪報導 在台南的採訪報導 在台南採訪報導 順利在台南採訪源 學法